这节课咱们来说一下如何用PS快速去除这种环境杂色,做肤色统一 咱们可以选中最顶层,单击涂层面板下倒数第二个小图标,新建一个空白涂层 在新建的这个空白涂层上,做杂色去除工作 咱们先讲一讲它的原理 我从左侧工具栏的位置找到画笔工具 那么单击前景色,如果我把前景色设置成红色 此时单击确定,使用画笔工具在这个图片上涂抹 这个红色的区域就会覆盖整张图片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将涂层的混合模式改一下,改为颜色 那刚才咱们的这个红色就会附着到它的身上 但是它的明度和饱和是不会受太大的影响的 所以我就知道了,要想去除这块绿色 我们可以吸取正常的这个肤色,给它涂抹,覆盖在这种偏绿的地方 你在画笔工具的状态下,按着AUTO键不松手 在画面中正常的肤色的位置单击 就可以将前景色快速设置成该位置的颜色 那么画笔工具的颜色就是由前景色决定的 此时你可以适当将画笔的不透明度降低一点点 我这里降到60% 画笔的大小是可以通过字母线P键右侧的左右括号调节的 你适当调节画笔的大小 在这个位置涂抹,它就可以覆盖这种绿色 大家注意在涂抹的时候尽量不要涂出去 那我怎样才能保护这个选区呢 你可以选中背景对应的图层 咱们从左侧工具栏的位置找到这个快速选择工具 选中背景图层 使用快速选择工具快速的在这个人像的内部去拖动你的光标 它就能够自动将这个人物选出来 选好以后再次切换到我新建的这个图层上 切换成画笔工具 咱们在这涂抹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环境色就消除了 那我现在想要快速的调整皮肤的颜色 你可以再次选中背景对应的图层 咱们把身上的衣服排除在外 排除的时候同样选择的是快速选择工具 可以通过左括号把这个画笔的光标调小一点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属性栏的位置有三根笔 带有减号的这个笔叫做从选区中减去 那把这一部分衣服给它减掉 大家注意减到这种细节的地方的话 咱们需要把画布放大 把光标缩小再去给它减 这一部分多减了需要添加到选区 那同样的你可以在属性栏的位置切换成带有加号的笔 咱们把这一部分加进来 此时我就可以把所有的皮肤都选出来了 那么选好之后你可以选中背景对应的图层 咱们可以给它调整颜色 调测的时候单击涂层面板下第四个图标 这个叫做调整涂层 此时咱们选择的是色相饱和度 大家看前面有个小手 这个叫做手型工具 那我使用手型工具 在皮肤的颜色上去点一下 它会自动将可调整的皮肤的颜色选出来 也就是红色 那么底下的这个色带就是我可调整的范围 此时你就可以去更改这一部分的色相 然后以及它的明度 还有它的饱和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调整之前与调整之后 以上就是快速去除背景杂色 你学会了吗 你看这张法 但是我们再来试一遍 然后我再来试一遍